蔡政府执政近四年 台湾的人权言论以及新闻自由 明显倒退胡乱抹黑 多方打压 已经让海内外的许多人心生恐惧 感觉进入到绿色恐怖时代 美国每天电视洛杉矶T姐 不忍心看见台湾沉沦 特别推动向白宫请愿活动 让美国政府正视台湾人权问题 希望在一个月之内 能够达到十万人上网联署支持 让白宫能够正式回复 了解中华民国真正的声音 想参加联署的朋友 不分海内外都可以进入白宫请愿网站 不需要个人资料 只要填写英文姓氏跟大名 以及email账号就可以参加联署 首先我们找到YouTube 在YouTube的搜寻里面 打入每天电视 好我们就看到每天电视有很多的新闻出来 找到有一则 任何一则只要有写 请参加白宫请愿联署的任何一则新闻 点进去 不管它的内容是什么 您往下拉 只要是白宫请愿的 往下拉之后呢就可以看到 每天电视洛杉矶提解在推动白宫请愿 这里有中文内容的翻译 下面有一个请点击 加入白宫联署 点击进去之后 您就来到了白宫的网站 白宫的请愿网站 好 We the people 好 您要看到是 Request the US government support to help the Republic of China 括号台湾 Restore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也就是 请求美国政府支持并帮助中华民国 能够重建我们的人权以及民主秩序 在右边您可以看到签署 您的名字 好 现在打名字 您的email 然后 Site now 它会显示 Email verification required 好 去到您的email 看一看 美国 白宫 We the people 寄给您一封信 Action needed We the people 看到这行字 Confirm your signature by clicking here 也就是 您已经成功了 它打了个勾 You have successfully signed the petition below Your signature has been verified and counted 这就是 您已经请愿成功 联署成功 OK 这就是整个过程 非常的简单 为了维护中华民国人民的人权 自由 以及下一代的未来 请大家积极广传 踊跃加入这项活动 让中华民国目前逐渐进入威权统治 以及政府贪腾腾的现况 能够得到美国以及国际的重视 美国每天电视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几个浓虫 然后再详尿 我们几个浓虫 就会说